其实说到了户外的演出 或是户外的展场 有什么表现 今年的户外演出好精彩 我最期待的是 泰吾古窑传场 泰吾国小他们的合唱团 大家都知道是查马克老师 所带领的 他们这个团 我们真的也邀请了非常久 因为他们的 但他们就远道而来 他们在屏东 对 然后要看他们的时间 那因为是学生 所以在暑假期间可能 就是他们也有一些行程 其实他们有些国外的行程 所以要邀这么多年 不一定敲得上他们的档期 是这个意思 他们其实也有一些 因为儿艺姐本来 他的时间上就是有限制 就只有这个月而已 然后户外的演出时间 也是有一些特别的限制 所以没有每次都有办法 搭配上 那今年真的很开心 然后他们就 而且你们超级有眼光的 他们才刚得了金曲奖 对 最佳原住民专辑 对 那真的我们很有眼光 是真的很有眼光 我们刚刚其实节目开始之前 才在跟丽婷聊 他们刚得了最佳原住民专辑 然后就来儿艺姐演出 然后丽婷就跟我说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很有眼光 去年得奖的是欧开 他隔天就来我们儿艺姐演出 是不是很棒 对 我觉得因为在 我们一直很希望塑造一种气氛 就是你来参加这样的表演活动 其实可以很轻松 很开心 很愉快的 所以像在户外的演出的部分 我们就会觉得说 有一些音乐的 有一些音乐性质的演出 然后像今年会有非洲谷 然后会有街舞 对 然后会有歌展戏 我们就希望说 大家就是每天来 然后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演出 然后可以很轻松 然后可以享受表演艺术 给他们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直很想要营造的 所以今年除了在大安森林公园 我们也去了大湖公园 那真的是坐在草坪上 对 大安森林公园还有椅子 那大湖公园就是整个一片的草坪 那你就可以带你的野餐店来 坐在那边 然后吃着东西 其实还可以 就是吃着东西 然后看舞台上演出 对 我就觉得说 金曲得奖级的演出 真的 就是很好的作品 但是我们以一个很轻松 很简单的方式 就可以享受到 那当然进去场是一种方式 要可能要实现购票 它有比较多的步骤 可是像户外的演出 它其实就是 我们今天大家有空 然后我们就可以 去享受一个很愉快的夜晚 这样子 好 刚刚丽婷讲到杂技 户外的很多的演出 我们今年有一个团 是来自西班牙的杂技团 对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的演出 我们先来自西班牙的杂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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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着你 我们先来自西班牙的杂技 我们先来自西班牙的杂技 перв你供应该有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们这个团对于影片制作超用心 它其实很多种不同的场景 杂技就是这样 看了就很开心 这个团叫杂耍兄弟 这个节目叫别闹了好不好 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看得很开心的作品 那在户外演出有几种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免份演出有几种不太一样的形式 像刚刚讲的那个 作品在大安森林公园 大湖公园那是比较大型的 那像这种的话 比较像是你在街头会遇到的 你走在路上走在广场上 你就会看到的那种节目 那今年就是会有西班牙杂耍兄弟 他们用一种很简单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什么太多的绚丽的那种效果 可是他们的杂耍技巧很扎实 然后用一种非常轻松 非常风趣幽默的方式 去呈现所有的作品 就会让大家都看得很开心 那甚至像有一个小小的桥段是 警车在你知道狂述 在那边追那个 超速的人 对 那边追犯的时候 刚好就是有一台小猪 骑在他脚踏着 就超过了那一个 就超过了那个警车 好啦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很简单的那个小笑料 就很容易取悦我们